《奇妙造物主》 《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伤,是谁生的呢?》 约伯记38章29节 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听过这种说法 就是说世间上没有两片雪花是完全相同的 这句话是不是真的? 墨西根州刚遭遇了一场暴风雪 我花了几个小时才画出一条通道 起砍了几万亿片雪花 在宇宙里必定有一些地方是长年下雪 那么肯定会有两片雪花 至少曾经是一模一样 再说,谁会知道呢? 谁能够一片一片将雪花检查过呢? 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肯尼斯 G. 李布里科特 他管理着名为雪晶体的网站 内容详实,文不幽默 他指出两片雪花在原子层面上 能够完全相同的几率 几乎接近于零 李布里科特解释了原因 总之简单来说 一枚小小的雪花 含有大概一 后面有十八个零 意思就是 十的十八个翅膀的水分子 而且不是所有的水分子都生得一模一样 这是真的 一个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建合成 但氢和氧具有不同的同位素 意思就是重量级别 所以,考虑到已知氢和氧的同位素组合机率 一片雪花中的十十八次方各分子里 若有十十五次方各的水分子含有重氢或重氧 在雪晶体形成期间 水分子中同位素的位置影响着雪花结构的变化 另外,温度和湿度同样会对雪花形成产生影响 这样看来,雪晶体构成方式是不可胜数的 我们甚至无法猜测到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 不过你可以从一后面跟着一百至三百个零这样的数字 即是一乘以十的一百至三百个次方 这样去到开始估计 而实际得出的数字远远超过在可观测的整个宇宙中的原子总数 因为后者的数字,据科学家的猜测 只是一后面跟着八十个零 即是一乘十的八十次方 很显然的 关于雪的知识补复 若白发出的疑问 是指雪晶体呈现出的美感和复杂性 我们的上帝不断向我们揭示着 他是一位深爱着美丽、秩序 难以言表的复杂性 与超乎想象之多样性的上帝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 若果要塑造一个人 一定有更多的办法 主啊,你在我妈妈的子宫里将我创造出来 对你而言,我一定是独特而且重要的 上帝啊,你的意念在我看来是何其珍贵 何其广大